我们的课程主要是以中华文化为骨干的 是讲这个中国的古圣先贤流下来的姓李心发为主的 所以它跟孔子的思想 老庄的思想 它是完全吻合的 那现在的佛家在内地也有相当的发展 但是我们的学问跟佛家也吻合的 就是跟基督教回教也都会吻合 因为我们讲的是人的身中的真相 无论哪一派都会吻合 基本上尤其是跟我们中国来讲的文化 它的接轨应该是比谁都容易 在内地我们是中国的卫生部下面 有一个中国员工心理健康工程 那么他们是专门着重中国企业的员工的心理健康 那么他看中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道道地地的一个东方的安顿心灵的学问 就说如果我们提起心理学 你总会想到西方 佛洛伊德 龙格 但我问你东方有没有心理学 有的 而且更优深 那东方的心理学叫什么呢 不叫心理学 叫做产 所以中国的员工心理健康工程 卫生部下面这个单位 有意识到西方心理学跟东方心理学 就东方禅学 如果能够并进的话 似乎是一个有根本又有职业 有体有用的一个很好的做法 所以才邀请我们加入他的这个机构里面 现在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大陆他们现在对心灵的学问是非常非常渴求 那也因为很渴求 然后现在大陆的经济又已经开始起飞 所以现在很多课程在大陆上其实是非常贵 那贵也有贵的理由 就是如果你不贵的话 学生还反而少 因为大家有一个憧憬 就是贵的可能比较好 所以现在收费很贵的课程是很多的 那我在那边的收费就是走很便宜的价位 比如说我们初阶的课程 在那边是收一千两百人民币 以同类型的课程来说是非常便宜的 他们动不动就一两万的 人民币一两万的 主外就是他们办课程目前还不是非常的自由 可能有很多限制 那你真正要去申请的话也不会通过 就是说起来是可以申请的 但是你真正去申请也是很难通过 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气候还没有很开放了 那在台湾的好处就是你到哪里办课程没人管你 好你只要不违法 我们每一个班在大陆开 你就发现我们如果去深圳开 那学生里面就是从大陆全国飞过来的 我们坐飞机飞来上课的 那我们去上海开也不是只有上海人 另外有一半的人也是从全国各地飞来的 那很多地方有人邀请嘛 所以我们就也没办法每个地方去 大概每个月大概办一场 我现在就维持这样子了 那这边的学生 台湾的学生上过的心灵课程太多 太多的话有优点也有缺点 那优点就是你可以见识很多学问嘛 缺点就是到最后他不晓得 那个根本的学问是什么 他会看不到 那台湾的人他们对于 什么是真正道地的中华文化 我觉得现在这些年轻人已经有一点不关心 为什么 公立社会下的产入就是这样 他们关心的是 我能不能玩得开心 能不能接触我的烦恼 我能不能从中获得益处 他们比较缺乏国家领主的意识 如果现在在社会上 随便街道上你访问几个人 或看他们做的事情 很少想到长远国家的好处 或去维护一个社会的和谐 很少啦 大半都是只谈到自己 人不能有什么享受 只是大半的通常现象 在内地来讲 反而我现在感觉到他们的国家民族意识 还有对文化的这种爱护 我感觉比台湾还要好 有什么想法 不就会经常会的 对文化的 也不觉得文化的